各位好 欢迎加入今天228的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看到 美国北加州毫与不断 造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当地政府发布紧急撤离令 并且出动消防队员救出受困的民众 画面中看到 道路是一片汪洋 住宅的汽车全被淹在水里头 救难队员持续进行救援 由于北加州的圣塔罗沙市 去年遭逢灵火肆虐 土地松软缺乏之批 连续豪雨可能会引发土石流灾情 于是当地的政府紧急撤离河川附近 上千名的居民 因为担心这场雨将会导致 河川的水位出现历史新高 国际聚焦的川青二会 美国还有北朝鲜两国领袖 目前再次的进行会谈 外界相当关注的共同协议签署仪式 也将在台湾时间下午三点左右举行 目前各界都在期待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 结束川金二会第一天行程 晚宴气氛相当融洽 美朝领袖乐观看待第二天的正式会谈 对美国而言协商内容最重要的是 加速朝鲜半岛的五合化进程 不过也有专家批评川普太过天真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金正恩和川普两人将在台湾时间上午十点 进行四十五分的一对一会谈 之后两国官员会接续进行 扩大的双边会议 台湾时间下午三点左右 川金将正式签署共同协定 随后川普回到下榻酒店 发表具体协商内容 并接受媒体访问 牵动国际局势的非核化问题 以及美国会不会松绑对北朝鲜经济制裁 结果在下午即将揭晓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越南被选为第二次川金会的地点 瞬间受到国际瞩目 还替越南进一步拓展多边的外交 专家就分析 这回峰会 美方还可以暗示北朝鲜放弃核武 开放外资 就可以跟越南一样发大财 首都河内街道上 挂满北朝鲜 越南和美国国旗 众所瞩目的二次川金会即将展开 外界都好奇 为什么越南能却贫重选 成为两国峰会的地点 越南和美朝两国都有很深的渊源 从50年代开始 北朝鲜和苏联跟中国大陆 最先承认越南是独立国家 北朝鲜甚至在越战时期 提供军事和经济帮助 不过几十年后 情况倒反过来 越南在1986年通过改革开放政策 利用劳动力充足等优势 吸引大量外资设厂 2000年时又和美国签下双边贸易条约 开启海外市场 外界看好 如果北朝鲜也向越南 愿意接受外资进驻 就能摆脱贫穷 专家也指出 国安是金正恩的第一考量 最大让步可能就是减少核武 不论如何 越南在第二次川津会扮演的角色 也许还是能成为改变大局的关键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印度跟巴基斯坦发生1971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当地时间星期三 两国分别关闭了机场跟领空 导致民航机不得起降 飞机残骸散落一地 就在关闭领空之前 巴基斯坦击落印度两架的战斗机 并且俘虏两名的飞行员 两国互派战斗机空袭 局势是一触即发 也中错了当地股市 虽然两国的官员都表示 不希望局势升温 呼吁要重启谈话 不过国际也忧心 两国各自拥有核武 美国、欧盟、中国大陆都呼吁双方停火 避免冲突爆发 否则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焦点回到台湾 今天是228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从清晨开始 国道5号南下路段就已经涌现大量的车潮 高宫局就预估 今天南下的交通量是最大的一天 国道一共有6处的平井道路点 行车时间恐怕会是平常的3到5倍 228四天廉假来临 国道要涌现大量车潮 高宫局预估 国道车流会比平常增加1.5倍 也在廉假首日祭出 国一国三 7点到12点南下高承载管制 国道5号则是头两天南下 后两天北上高承载 三人以上可以多利用我们上午的 高承载管制时段来上路 那如果未达三人的用户人 可以多利用前两天的南下 南下下午的时段会比较好走 那北房的部分也可以多利用 假期的后两天的上午的时段 也是好走的一个时段 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 我们有增加5到10时的 一个免收费的时段 连假四天除了凌晨0点到5点 夜间免收费 3月3号更延长到上午10点 希望能移转4%的车流量 而用路人上国道遇到车多 主要耐心更要守规矩 车体车型看得一清二楚 车牌也是显而易见 为了维持国道秩序 国道警察寄出高解析度 录影系统 今年年初装设包括国一 五谷北出 领口A南出 以及国三南港系统 北出中和南出等共9处 高科技让违规无所遁形 高工局今年年底 还会在家庄9处电演 包括国一竹北北出 新竹南出 国二大元西出 南桃园东出等等 24小时严格取缔 只要是任意变换车道 下交流道插队 跨越曹化县 车主通通得吃上 3000到6000元罚单 带来喜欢记者张瑞佳 台北报道 正在屏东大鹏湾 举办的台湾灯会 昨天下午传出了火警 宗教区的灯区起火燃烧 现场浓烟直串天际 初步调查 是因为民众乱丢烟地 引发了大火 三场 三场 靠边 靠边 情况危急 屏东大鹏湾台湾灯会现场 浓烟直串天际 起火地点是福安宫灯区 金元宝造型 整个大火 现场工作人员 先拿灭火器灭火 由于现场满满都是参观的人潮 园区不敢大意 也紧急疏散千人 还好火势在十分钟内扑灭 金元宝灯被烧出一个大洞 连同旁边要赠送的纪念品 全都复制一具 不过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主办单位也再次提醒赏灯民众 不要乱丢眼底 大爱情报南部综合报导 换记了您有皮肤敏感 养到受不了的困扰吗 一是呼吁要先调整体质 才会降低过敏发作 和游先生一样的人不少 只要季节变化 这里也痒 那里也痒 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 我们皮肤接受到外界的 温度改变湿度改变 那还有就是可能我们会 一些生活作息的改变 那这样子就会引起皮肤 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免疫系统的改变 而产生一些症状的一些复发 红斑 起疹 脱卸 免疫系统改变 直接表现在皮肤上 在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一种表虚 那这种表虚的病人呢 他会遇到外界的这种气候的变化 那对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一种邪气 我们叫做风邪 换记容易诱发皮肤痒的族群 包括更年期 月经前后 熬夜 长期睡眠不足 这个叫做阴虚体质 就是说身体本来就有一些 灶热的现象 那遇到这种季节变化呢 这个风的这个状状 让他身体里面这个发炎 变得比较厉害一点 综合中西医观点 可以补充黑木耳 白木耳 资因补虚 至于光敏感食物就少吃 比如芹菜 九层塔 还有油炸食物上火 也要尽量避免 在季节交替之前 先把身体调理稳定 大爱新闻 再来提醒家长要注意 花林有一位妈妈 她直觉到三岁大的儿子 天力好像有问题 于是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原来她的右侧耳道 被两公分大的儿屎给塞住了 一夹出之后 男童就立刻对声音有反应 医师呼吁家长 如果发现家里头的孩子 天力有问题 应该求助医师 千万不要自行挖耳朵 以免造成耳道受伤 花莲一位妈妈 带着三岁大的儿子 到门诺医院就诊 说是小孩听力有问题 经过小儿科医师检查后 从幼儿夹出了一块 两公分大的儿屎 小朋友这才对声音有了反应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建议不要用棉花瓣 给她弄 结块的儿屎会塞在里面 如果小朋友一岁以下 我们都会给她开 那个儿屎的溶解衣 或是那个滴机 滴下去以后 她就会把它溶解了 而医师也提醒 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开始充满好奇及活力 最常被小孩塞进耳朵的 是小圆珠 BB蛋 或是小坠式等 圆形的小物品 家长一定要整理收妥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会痛 小朋友会去挖耳朵 那如果他有在挖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电筒上来照一下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异物 父母亲不要自己去清洁那些耳道的东西 由医师来做清洁动作会比较好 医师表示外耳道皮肤有自我清洁的功能 如果不当清洁伤到外耳道皮肤 可能造成发炎感染 丧失天然清洁功能 反而容易结块阻塞 大家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响应蔬食变成一股风潮 年轻朋友也纷纷加入 他们因为对环保 以及对动物权的关心 于是开始吃素 而且还是吃全素 接下来的报道 带你认识一对年轻的八年级生 他们就是全素的实践者 还特别把自己找蔬食的经验 拍成影片上网分享 骑着摩托车传说在大街小巷找本池 这是昊珍与镇阳约会日的标准行程 但这对八年级情侣党 和时下年轻人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一对威根情侣党 全早的美食 自然是全素食料理 帮我们准备两个鲍鱼粒米吐司 鲍鱼粒米吐司要加蛋吗 不用加蛋 这个加蛋吗 这个也可以加就是蛋也可以加里面 我们蛋很特别 我们是植物蛋 它里面是用大豆啊 还有奶花红萝卜这样制成的 所以它有一般的鸡蛋的风味 比较营养 看保家蛋反复 这是滑枕啊 仔细询问食材内容 因为他们不只是来约会吃美食的 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 好 那可以拍的 就是制作的话 可以啊可以啊 全素培根 蔬食蛋 在烤盘上油肩 香味肆意 拿着摄影器材 一一捕捉画面 浩真与正阳的另一个身份 是小有名气的YouTuber 他们在YouTube上创设了一个 推广数食生活的自频道 生活化的互动 介绍蔬食料理的美味与健康 这种轻松自然的风格很受欢迎 短短一年多 频道订阅人数累积到五位数 连带在社群媒体上也冲出了亲密度 第一次是在夜市拍 我们真的很感谢在夜市 没有想到那个手机对焦 根本就是完全密码对焦 就是很会一直闪 一直闪 然后那时候收音也很长 所以第一支影片就是很仓促地就剪出来 但还是很勇敢地上架了 结果老板就很喜欢 老板很爱啊 对 老板很喜欢 而且也获得蛮多观看人数的 然后臭豆腐店的老板很喜欢 对 他很喜欢 就是帮我们分享 网络物院佛界有正面回想 自然也有各式各样 对全素食者的好奇 和千奇百怪的问题 像是这个 奶跟蛋根本不是素 不要再被奶蛋素这种名词给骗了 不要那么偏激啦 奶蛋也是素啊 而且它也在五大素食类别里面 还是互相追问比较好的 还有网友甚至这么问 网友提出的问题越古怪 越是让两位年轻的素食者觉得自己身负重要使命 得让是人对素食有正确认识 开始拍大概第三四支影片 开始有人会评论我们 然后开始会跟我们讲说 可能维兰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然后等于说我要开始去吸收更多 就是认识更多推素的人也好 然后更多的管道也好 更多资讯也好 对 所以应该是那个之后 开始才开始有使命感 就觉得要把 要好好的走推素的条路 83年次的浩真 有一张白镜清秀的脸庞 笑起来很甜美 他年纪虽然不大 但吃素的素林已经超过20年了 是一个胎里素宝宝 浩真也的确以身作则 首先是将郑阳 从无肉不欢的婚食者 转变为全素青年 而他自己呢 从奶蛋素转为全素 吃素之于他们 是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为环保 为动物权尽力的心意 事实上 这对年轻的全素情侣党 推广蔬食的经验 恰恰与台湾素食人口见增的趋势 不谋而合 根据台湾媒体引用的 非官方统计资讯 台湾的素食人口 突破250万人 超过总人口数的10% 在台湾 特别是双北 素食餐厅如雨后春笋 台湾也因此 越居全球素食者 友善地区之一 要在台湾找到 美味全素料理不困难 你又再吃点 忍住了 而且我每次来都一定会点 就吃一下 吃一下 你每说这个表情 就真的很好吃 你要看一下那个盒面 当全素料理摆脱不够美味的刻板印象 当蔬食主义成为觉醒的代名词 当越来越多的素食青年 自发投入心力推广全素理念 改变就会发生 像是年轻的蔬食料理店老板 昵称刘比的刘燕熙 当初就只是想要推广蔬食 然后有一个店面 然后做有兴趣的事情 刘比和他的伙伴都才81年次 他们是词中的同学 大学毕业后 友志一同 一起创业开蔬食餐厅 刘比与浩真正阳 年纪相仿 因为蔬食成为朋友 所以当浩真与正阳 走出虚拟世界 推出蔬食餐厅 明星顿与认同卡计划时 他一口答应 年轻的全素世代 不论是蔬食奇迷部落客 当红YouTuber 或是年轻的蔬食餐厅经营者 他们合作无间推广理念 新世代的蔬食礼物在决心 美国北加州 有一场很特别的新春团拜 因为当地的慈祭仁义会跟志工 长期到社区一整关怀 和民众结了好缘 许多居民都一起来参加活动 并且捐助他们存的主筒 奉献爱心 慈祭佛瑞斯诺联络处成立25周年 行善之路还有更多的愿要去努力 其中美国慈祭医疗基金会 副执行长温俊强分享 今年将再购入一部牙科医疗车 造福更多社区 尤其佛瑞斯诺人医会议长久以来 奔驰在中央谷地99号公路 让沿途许多缺乏医疗资源的民众 不用为了求医东奔西跑 因此有爱在99号公路美名 因病所苦的梅尔巴太太 葛西亚先生 佛罗斯太太心中的感动 亲口诉说 而有福之人在造福 大家也都没有忘记 带着主统回娘家 年年共庆吉祥年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张绿席 一数人美国报道 3月1号也就是明天 慈济基金会将在 柬埔寨的泰格巴县 举行大型议诊 以及农委会的大米发放 这几天 台湾和柬埔寨的志工 都在进行前置作业准备工作 过程当中 志工们还遇到一位 25年前协助慈济证灾的老朋友 你去问一下那个菜单 对啊 要放个菜单 大型议诊即将登场 迎来的还有300多位工作人员的伙食 也是炒菜有两种的 还有那个我们汤一个的 一个汤 一个汤 那有饭吗 有饭 为了我们他特别做一些食材料 我等他没有人朋友 他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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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好不愉快 好不愉快 跟餐厅二女儿确证好 大家安心了 任务却还没结束 这当年这一区 这一区发放那个副县长 他知道他认识吗 我看那个我拍一张红柠檬 那个里面他在里面 他说他说是他妈妈 你叫妈吗 你叫妈吗 叫我妈吗 真的假的 什么 真的假的 我喜欢他妈 本的很多 真的假的 他说他是他妈妈 这时儿子赶紧把母亲 请了出来 这个有很像 他说要拍一张红柠檬 他说要拍一张红柠檬 老妈妈兴奋的带着一星人 又往家里快步走去 指着墙上照片 对照手机里这位女士开朗笑容 正是25年前水患 四季首度踏上柬埔寨发放时 所拍下的 解放以后他就当副剑长 哦 这样子 解放以后79年 79年到2011几年 我34 20 他做到几月 2023 做30多年 30多年 凭着志工 盛上这套制服 当时担任副县长的蔡廷椒 记忆一勇而上 这里 这里地气啊 这里大概两米 这里大概两米 对 大概两米 都要坐船 都要坐船 好 欢喜相逢 回忆过往奉公手法 跟着四季为灾民全心付出 我们这次25年后 又回到这里来议诊 我们这次来发大 就是陆建坡的音源 我们这个地区有很深的音源 我们的资料只有你的消费 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 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 音源再度牵起 大家划家长 过往滋味 已经化为甘甜 戴新闻消息节的健宽 柬埔寨茶交省报导 发生了一些草莓议 的草莓 发生了一些草莓 空间的草莓 外甲草莓 发生了一些草莓 放下来 放下来 稍微 放下来 倒下来 一片草莓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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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最后 但您看到古巴的彩绘玻璃玉树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祝您假期愉快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